其實我覺得是很有緣分的 因為其實這幾年我轉了風格之後 我是一直很想出一首男女的合唱歌 然後我就一直遇不到一首男和女的角度可以用這樣去演繹 直到我覺得《同歸於盡》這首歌 我覺得這首歌的意思是可以做一個男女的對唱 然後我就想可以找誰去合唱 當我很傲怒的時候 突然有粉絲告訴我Andy在我的YouTube Channel 流了個言 搞事 然後我是非常開心 其實我覺得Andy很適合這首歌的風格 因為我一直很想找一個男的聲音很有感染力 而且你的歌本身很多是關於來到這個世界的感受 我覺得都是一些很深入的東西 但我一直沒有想起 因為我們很少在面對面見過 我們可能同場的機會不多 但你這個留言我覺得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發生了 所以我就膽粗粗叫了我的監製幫我找你 多謝你請問 我自己因為 你自從轉了暗黑風格之後 我就覺得好像 我覺得很適合你 而且你好像 我明白你的歌多過以前 不是說你以前我不明白 但現在我好像覺得你是在唱裡面的東西 你好像一直在畫裡面的東西 自從Dark Light of the Soul的項目開始 即是《驚喜愛》 那一系列的歌 我就覺得 咦? 不可能可以合作 是的 大家都喜歡一些比較 深入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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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你 對 因為你留下了一遍 你說我的歌多近嗎? 其實我一直都想問你 你喜歡這首歌什麼 很低於盡 有誰夠膽怨死了 是的 我覺得 咦? 但它又不是很negative 但其實它有一種很淒美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大家 好像有些元素 那個美學觀好像有些相似 其實Windy沒有打美學的 是我們穿針引線 那其中一位監製 CM 因為CM其實她都有做我的音樂館 很多幫我彈的BASS 所以她就說 她知道我留下了之後 喂 你有沒有興趣唱一個藍版 我說真的嗎? 之後就 因為我覺得好像一個緣分 那我就 我就 膽粗了 但因為我不知道 可以怎樣唱這首歌 會怎樣編呢 會是全藍版 我不知道的 那時候就 跟CM談了一次電話 律師姐就覺得好像很對 我會編排出一個版本 但是兩把聲在當中 互相傳 即是 即是 主旋律和過音 是很有layers 很有巧味的 這樣穿受 我覺得挺有趣的 最困難先 我說了 我相信你也是這樣認為 那時候 鳳永琦小姐她寫歌的 那些 那些 會很 很講究 亦都很有美學 即是她的牌子 譬如三粒音 兩粒音 三粒音 它是 鎖得很緊的 它一定要你這樣唱 但是 我有時候 我的腹性 不是很強的 我不太懂得看譜 那些 所以 當然 尤其是有一句 是特別難唱 我不知道 一樣 那句 那句 我聽過最久 我到現在都不是百發百中 你比我快 是啊 你錄得比我快 低音 因為我唱低音 都很大分別 我自己去解構 就是 跟 Grey Vision的Solo版 是我相信 或者希望 有一個人 是會願意 等我一生一世 或者三生三世 但去到當有那把男聲的時候 就是會再堅定些 已經有這個人出現了 所以 我覺得這次更浪漫 這次合唱的Version 加多了一份希奇的作品 沒有那麼孤獨 是啊 有什麼人願意和Andy 肯定是她的粉絲 是不是很恐怖 很恐怖 男粉絲 女粉絲 不是那種 抱著一起死 那種愛到 愛到 愛到殺死你 愛到我要擁有你 那種抱著一起 粉絲 OK 我突然想不到 本來不是想這個答案 那是想什麼答案 我本來想到你的兄弟 你的兄弟 他們不會的 她們不會的 她們不會的 抱著一起的 怎麼搞我回家 我猜 Wincy有什麼人會為她 同歸於盡 都是粉絲的 都是因為 不知道呢 我的粉絲是比較密集的 是嗎 是很… 現在有進步 以前是很久的 跟我的歌 以前有些歌 是沒有了解 是 隨著我變成了這幾年 他們都跟我一起 好像性感 感性和性感之後 就多了男朋友 他們應該會為你同歸於盡 對 我當然是剛才所說的 有一個男人 真的願意為了我三聲三切 是男人 但其實我是聽Andy多一點的 就是錄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唱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一個人 但多一盒唱 我發現是最難度升級了 就是因為要有一個繩節 就是我們分段的那些 就是可能親愛的 就是要有一個對象 或者是不擾勸我直播性愛 只要教一個去過 我們怎樣可以 好像對話一樣 對我來說 是比較多思考我們之間的對話 我就在想什麼呢 我是在想的 因為分詞 它涉及一世兩世三世 也涉及生與死 那我自己 就是 我有少少看佛經的哲理 那些東西 那我就一邊唱的時候 我就想著 那些什麼人會和你穿插 你生死 幾世會見 那一定是家人 或者欠的錢 那些人 那我就想著 很多畫面浮過 那 我真的覺得 能夠做到家人 都是緣份來的 所以我是 或多或少 我都有閃過很多家人 把自己的小小 家人的情緒進去的演唱